国际消息 德国大臣慕尼黑车站附近的建筑工地 在1号突然发生了爆炸 造成4个人受伤 当中一个人伤势很严重 而警方表示爆炸之后已经立刻封锁了周遭危险的区域 因为事发地点接近列车进出的地方相当的近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火车是暂时停止的 至于爆炸的起因是一枚二战时期所遗留的炸弹所引发的 因为二战时期 英美战机对于德国投掷了大约150万吨的炸弹 即使战争已经结束了70多年 每一年大约都还是会发现大约是2000吨的卫爆弹